陈姓女民众利用脸书 在澎湖某旅行社网页上发表 梅花火结了 澎湖有人确诊 即澎湖有人确诊 没人敢去了 等两则贴文 澎湖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 经网络巡逻发现 立即喊请澎湖县政府卫生局 确认陈女所发表为不实讯息 经比对陈女脸书 及相关资料得知陈女真实年龄 县驻地在彰化县 进发通知书 委由张化县警察局北斗分局侦察队 带为通知陈女道案说明 近日在本县的有网友 在本县的脸书上面张贴 这个没有发火结了 澎湖有人确诊 没人敢去了 这样的一个假讯息 那本局在迅速掌握 整个案况之后 在昨日18日通知这个嫌疑人 道案说明 并依违反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14条 来移送台湾澎湖地检署来侦办 那这个条例就是针对散布 散播有关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流行疫情 之谣言或不失讯息 逐身损害于公众或他人者 这罚则很重 它会除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居疫或科或病科 新台币三百万元以下的罚金 陈女金通知到场 询问后坦诚犯行 但表示是在某新闻网 看见媒体报导 澎湖匡列五名确诊接触者 抽血报告最快今晚出炉的消息 认为澎湖有确诊案例 也取消想来澎湖的行程 才利用自己的脸书 在澎湖某旅行社网页流下不实讯息 便称是好意提醒游客 本身不知已处罚 警察局呼吁 民众接获来源不明或未经证实的疫情 因先查证内容是否属实 切勿随意散播转传 以免处罚 记者陈荣誉报导